一幅阿美族女性穿着族服 双手何时像是在祈求 另外还有蓝宇阿美族人 为了庆祝建国拜年 花着平榜周拜访号到台北 与总统马英九首尖手 像是在跳舞的感觉 这些有画作品共有十五幅 都是目前担任监察院副院长 阿美族的陈敬丽所画的作品 希望在动荡的社会当中 借由画作展现深度幽默 来感染欢乐给更多人 另外不止游画还可以看到 一张一张颜色鲜艳的花朵照片 色彩缤纷 这是由泰鲁阁族的温玫瑰 所拍摄的作品 温玫瑰曾经参加过 五登奖歌唱比赛 不仅会唱歌 也用镜头抓住 绽放的美丽花朵 希望用摄影作品来带领民众 火出神明色彩 15幅创作油画 以及25幅平面摄影作品 即日起到11月17日 在凯达格拉文化馆 共同展出 透过作品让艺术说话 感受不一样的生活心境 就继续我们在台北市采访报道